最近不少纸飞机爱好者 都在制作一款双环翼滑翔机 只需要搓一个纸筒作为机身 两端再粘上一大一小的纸条圆环即可 该机没有精确的比例 只要看起来顺眼就能平稳飞行 这不禁令人疑惑 如此奔放随意的纸飞机 为什么不需要调节重心或翼面 就能自动保持平衡 既不失速也不塞头 老老实实沿直线飞行呢 经观察发现 双环翼纸飞机滑翔时 机身呈低头姿态 与地面保持较小夹角 而滑翔轨迹则与地面呈较大夹角 因此机翼在迎面气流中有正迎角 导致气流对环翼施加了 和翼弦方向垂直的动压 于是机翼获得了向上的升力和前进的推力 但这样真的能让纸飞机平稳飞行吗 带着疑问 我们找到整机的重心位置 发现由于前后翼重量稍有不同 导致重心相对机身终点轻微偏厚 到两翼的距离大致相当 而飞行时 从机头前下方而来的风 使面积更大的后翼 受到比前翼更强的气流动压 因此后翼对重心的低头力举 强于前翼的抬头力举 导致机身被剩余力举推动 俯中角度不断增大 所以它应该朝着地面倒栽葱才对 但实际上双环一纸飞机 能够保持住低头姿态 沿着斜线路径平稳下滑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从前下方而来的气流 除了对环翼的下一面制造动压 还在圆环前缘形成分离窝 从侧面观察 当机身被前后翼的剩余力举推动低头时 两股窝流会逐渐覆盖上翼面 使窝生力的合力出现在前缘附近 如此一来 前后翼的窝生力到重心的力壁 就变成了前长后短 于是又出现了抬头的剩余力举 这一力举会随着飞机不断低头 窝生力增强而增大 最终和低头力举平衡 使机身稳定在这一幅阳角 如果机身遇到了抬头或者低头的扰动 则环翼前缘的窝流覆盖区 就会相应缩小或增大 导致窝生力减弱或增强 使抬头和低头力举形成对抗 自动推动机身回正 所以圆环指飞机 由于前缘的分离窝而具有了纵向静稳定性 能自动保持前倾姿态 以获得稳定的升力和推力 同时这种现象也会发生在飘航的船只上 当港口拥塞无处下毛时 船舶有时选择主动飘航等待驳位 简单说就是直接躺平 轮船主动停车并且停止拥舵 让船舶随着风 海流和涌浪漂流 显然这种随波逐流的停车飘航操纵方法 能惬意地推迟抵达目的港的时间 但经常蹭船的网友发现 急创向货轮主动飘航时 船身总是不由自主转动到侧面迎风姿态 而不是像风标一样旋转到船头或船尾迎风 究其原因 其实和双环指飞机如出一辙 从俯视角度观察 货轮受到侧风推动时 迎风面空气推力的作用线 通常不能穿过轮船重心 因此风力会推动船身缓慢旋转 与此同时 侧风还在这堆货物的背风面 制造了内卷的窝流 当船身被侧风压力推动 绕着重心旋转时 迎风上行异端的背风面 就会更加贴近窝流 使低压覆盖区扩大 迎风和背风面之间的压差增加 而另一段的情况相反 此处的背风面出现脱离窝流的趋势 低压区缩小 两面的压差减弱 因此货轮前后端一增一减的压差阻力 就对重心形成了抑制旋转的剩余力矩 当船身在侧风里转动到某一角度时 侧风动压和背风面窝流的力矩就会平衡 船身不再旋转 即使被浪拥推动出现正转或反转的扰动 也会因前后端两股窝流的剩余力矩随之增大或减小 使船身自动回到平衡位置 可见飘航的集装箱货轮和双缓纸飞机具有相同的稳定原理 想通过主动飘航节约燃料 就要忍受侧风吹袭 正所谓一个萝卜不能两头切 例子 適量的 这种是层面秩份的 就是层面秩份的 就像我一样的 您甘谈的 席先生的 首先是层面秩份的 是层面秩份的 然后您把这种层面秩份的 是层面秩份的